这一天 小巴哥德像往常一样 哼着歌 来接阳光森林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去上学了 生日礼貌有了 气球也拿上了 彩带在这里 东西终于准备好了 咦 哥德 你不知道吗 今天可是桑迪老师的生日呀 大家还会给桑迪老师 办一个惊奇派对呢 哦 妖子 你还记得前个月 豆豆生日会上 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是什么吗 肯定是那个大大的双层蛋糕呀 蛋糕可好吃了 啊 我知道了 我们还缺一个生日蛋糕 一个插满蜡烛 全是甜甜奶油的蛋糕呀 可是我们现在 该去哪里找蛋糕呀 小朋友们在车上 兴高采烈地讨论着 不知不觉间 哥德载着大家 来到阳光森林幼儿园了 双双双双 我们快去厨房 帮苏珊阿姨做蛋糕吧 我要给蛋糕 抹上厚厚的奶油 哦 妖子 你可慢了一步了 抱抱龙和豆豆 早早就跑到厨房里面 开始动手做生日蛋糕啦 厨房可站不下 我们这么多人呢 我们还是在外面 帮忙布置派对吧 好吧 豆豆 抱抱龙 记得要在蛋糕上 加很多好多奶油呢 小朋友们一起动手 在食堂里东奔西跑 不一会儿 食堂周围都绑上 五颜六色的彩带和气球了 原先普通的食堂 顿时变得色彩缤纷呢 小朋友们看着自己 亲手布置的生日会场 可都满意极啦 现在就等豆豆和抱抱龙的 生日蛋糕出炉了 好臭好臭的味道 怎么有烟从厨房里飘出来了 不好 可能是着火了 着火了 呀 双双 那现在该怎么办呀 火灾发生时 要根据消防安全指示 跟随大人们有序逃生 快 大家先沿着消防标石 跑到外面去 好 大家快走快走 呀 糟了 双双 抱抱龙和豆豆 好像还在厨房里 我们赶紧呼叫 消防队长哥德 但是厨房的烟雾 有多有黑 消防队长哥德 能找到抱抱龙和豆豆吗 别担心 妖子 消防队长哥德 还有很多很厉害的秘密武器呢 热能感应器 能将热信号聚焦转换成 可以看见的视频信号 消防队长哥德 通过显示器观察 就可以找到豆豆和抱抱龙 在厨房的哪个地方了 哇 消防队长哥德的秘密武器 好厉害呀 不一会儿 消防队长哥德 就在厨房旁的储物间 找到豆豆和抱抱龙了 只见哥德将消防云梯 从窗户里伸进去 很快就把被困的豆豆和抱抱龙 救出来了 大火和浓烟都被扑灭了呢 消防队长哥德真厉害 呀 原来是你们两个调皮的 小朋友使用电烤箱 是很危险的行为哦 下次可不要随便乱动 电器上的按钮了 不过生日派对上 没有能吃的了 桑迪老师看见 大家精心布置好的生日派对 还是非常高兴的 好嘞 苏珊阿姨最好了 就这样 桑迪老师的生日会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 顺利开始了 阳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又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故事到这里 咦 嗯嗯 哦 看来桑迪老师和哥德 还有秘密要和大家分享哦 让我们一起来竖起耳朵听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个帮助 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